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被人毒害案又有新的进展 英国检方5号表示 他们已锁定两名俄国嫌犯 英国高级官员今天更点名俄国总统胡廷得负起最终责任 已经恶化的因恶关系 短时间内应该难有转机 斯克里帕尔与他的女儿尤利亚 3月4号在英国城市索尔兹伯里 被人用苏联研发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毒害 索性两人送医后平安出院 英国当局如今设定进一步目标 指向俄国军情局人员比卓夫和波西洛夫 对两人发布欧洲逮捕令 过去担任双面蝶的斯克里帕尔被俄国认定叛国 2010年俄国与西方互换间谍后 他才获得英国庇护 但仍难逃劫难 不过他已经算幸运的了 6月30后 诺维乔克又在英格兰造成一名44岁妇女死亡 这名妇女的男伴也因为丧失视力与脑墨炎就医 该案现已纳入毒碟案调查 自从爆发斯克里帕尔事件以来 英国便把矛头指向莫斯科当局 尽管俄国时刻否认 英国及其盟友仍旧驱逐数十名俄国外交官 引发俄国暴富 英国官员与险要人物 还杯葛今年登场的俄罗斯氏族赛 至于美国也力挺盟国 就毒碟案对俄国采取新的制裁 5号英国公布嫌犯名单的同时 英国首相梅伊便直言 俄国军情局纪律严明 背后绝对有高层指使 现在英方更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英俄之间这场风波 已经有越演越烈的态势 杨广编译 杨搜验报导